我们常常讲无为法 有为法 什么是有为法 做作就是有为法 什么是做作 你做出来的 有很多人笑 你怎么笑 这是什么笑 这是奸笑 这是做出来的笑 这是做作嘛 我们晓得什么叫做作 你看那个义儒的那个小孩 义儒小孩有在吗 人家笑是自然的 他笑是无为法 那个 那笑是有为法 对不对 你是故意的嘛 故意的就是有为法 我们做善事也是一样 我要做善事 但是你不以善事想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以功德想 不做功德想 不做我在做善事 所以耶稣讲的厉害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无为法 不是做作的 我不是为了民 我如果今天为了民 我捐出多少钱 我就是要看明天的报纸 或者明天的电视 要播出来 那是有为法 什么是无为法 心中自然流露 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自然 这是我心中的 那个悲恋 所产生出来 我要救度那些人 像我做千勺法船 为不为什么 不是为功德 也不是为了要 专门要超度某一些人 我什么都超度 这个就是无为法 有为法跟无为法 是不一样的 所谓有为法 是做作 你故意要做出来 给大家看 那就是有为法 什么是无为法 你自心流露 心里就像虚空一样 没有挂碍 按照静解菩萨 什么叫静解呢 他的心是清净 他的能够 他的理解是清晰的 这叫静解菩萨 他讲 他讲出来的话 有为法跟无为法 是两个 但是若离一切的束 若离一切束 则心如虚空 你离开一切的束束 你笑是自然的 像易如的那个儿子 看到人 他自然的 他不是嘿嘿嘿嘿 不是这种 不是做作的 他自然 他的微笑很自然 他看到人 他就是很开心 就笑 做作的 我觉得不太好 做作的 就觉得很虚微 那是虚微 那是做作 所以 无为法 就是说 你心像虚空一样 没有挂碍 自然流落 我们在修法 不功德想 不是说 我修这个法就有功德 不要去想功德 自然才会有功德 你想功德就没有功德 所以金刚经理念常常这样讲 所谓功德 就是没有功德 因为没有功德 才是功德 就是讲无为法